俗话说老人有德,子孙兴旺,老人缺德,一家遭殃。老人是一个家庭中资历最深的人,他们的行为往往影响着家中的每一个人,他们的决定往往决定了整个家族的命运。 所以啊,家中如果有个厚道,老师的父母,那将是整个家族的大姓,不仅会使家庭越过越团结,还会给子女积累福报。相反,如果家中老人以老卖老,喜欢占便宜,四处作恶,那么这个家庭将会大难临头,不仅整个家庭每天一地鸡毛,还会损害自己的福报,给子女带来灾祸。 可见,一个家庭是否兴旺,关键在于老人,以下几种老人,希望你不要遇到,快看看你家里有吗?读国学文化,品人生百态,欢迎订阅国学心旅。 独断的老人,小时候,面对父母,我们往往是学习服从的角色,因为年龄,阅历等差距,对于父母的言行举止,我们自然而然会觉得都是正确的,应该听从实行,而父母也自然而然将自己摆在了领导者的位置上,不会太在意孩子的想法,通常会将自己对万事的理解强制输送给孩子,认为自己才是对的,孩子根本没有拒绝的权利。 但孩子长大成人之后,对这个世界便有了自己的理解,万事亦有了独立的认知,这使得他们已经不再需要父母的教导指责了,甚至会觉得父母的思想观念太过老旧,不愿再听从采纳,有的老人会选择尊重子女,而有的老人却会保持自己固执的想法,对孩子的控制也不会因年龄的增长而减少。 不管孩子遇到什么事情,都想掺和一二,甚至会独断专行,强制子女去执行自己的想法,不容拒绝,但这种长期的管制,只会影响子女,可能平日遇事时会不敢尝试。 甚至会自卑,自我轻视,自我质疑,否定子女等同于折断了他们的翅膀,从此在难实现高远志向,终将会碌碌无为,庸庸度日。 这是家中有独断老人的悲哀,心态差的老人,风子凯说过,既然无处可逃,不如喜悦。既然没有净土,不如清心。既然没有如愿,不如释然。 生活有许多的无可奈何,与其因为一点小挫折,就沉浸在负面的情绪里,不如学会用积极的角度看这个世界,内心才能多一份欢喜,但很多老人,很难积极地调整心态,哪怕只是遇到一件很小的事。 也会觉得天塌了,他们源源不断地制造麻烦,拖累子女,虽然子女很孝顺,但早晚有一天会累的,电视剧都挺好里的苏大强便是如此。 他向来只会给子女惹麻烦,首先自作主张去理财,赔了好几万,其次要子女给他买房子,还要三十一厅,结果间接导致二儿子的婚姻破裂。 再者,还要跟保姆结婚,闹得全家人不得安生,可以说,无得老人的特征他全占了,一个家庭是否兴旺,关键在于老人,希望你不要遇到心太差,喜欢做的长辈,重男轻女的老人。 父母那一辈,还是有些家庭,一直维持着一些成规救俗,尤其是将重男轻女的观念刻入骨子中,在这样的父母眼中,不管儿子多不成器,他们始终认为只有儿子才是家里的顶梁柱,只有儿子才可以给他们养老,只有儿子才永远是他们的家人。 不管女儿有多优秀,多孝顺,他们始终认为将来嫁人后,终将是别人家的人,更甚者连女儿在一个户口上都怕他能得到什么。 所以,在孩子们长大后,这些老人就会理所应当地侵蚀,啃咬着自己的女儿,将从女儿身上得到的力。 双手捧给儿子,最可怕的是,他们永远保持着这种陈旧的观念,理所应当地作恶,就如电视剧《安家》中,房四锦的妈妈从小就重男轻女,小的时候,房四锦考上大学,母亲就将她的录取通知书撕掉。 房四锦长大后,知道女儿来到了上海工作,于是就像催命鬼一样,找到了她,不仅去她公司闹事,还守在她的家门口,各种一哭二闹三上吊,位弟就是要房四锦的钱去给弟弟买房,后面更甚至花言巧语各种骗,将她的所有钱都骗了去,家中有这样一个老人。 整个家庭都民不聊生,甚至牵扯子女,他们永远不会醒悟,他们带给孩子的伤害,需要一生来治愈童年的阴影,在这些孩子的眼里,家从来不是避风港,而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,所以,家中有个在重男轻女的老人,整个家族注定不会团结,最终只会各奔东西,对儿孙交纵溺爱的老人,围如夜话。 中说,纵容子孙偷安,其后避至单酒色而拜门庭,专教子孙牟利,其后避至争资财而伤骨肉,意思是说,如果一个家庭中有人纵容自己的子孙,苟且偷安,那么日后他就会沉迷于酒色而败坏了家门,如果有人专门教诲子孙去谋取利益,那么以后子孙们必定会为了争财产而伤及骨肉血缘, 现实中,多人口的大家庭中幸福和睦的多,但是生活的鸡飞狗跳,互斗争利的也多,问题的关键在于,老人是如何教育子女的,一个名势力,懂教育的老人会教导孩子们独立自主和正道之光, 而不是让他们活得懒散,又游手好闲,处处没有担当,这种家风会代代相传,以至于成就一个大家庭,或是摧毁一个大家庭。 如果老人过度溺爱子孙,那么儿孙们都会效仿,而不知道祸患的根源,孩子们坐享其成,必然会染上种种恶习,最终走向毁灭,咄咄逼人的老人。 俗话说,你敬我一尺,我还你一账,你尊敬我,我才会尊重你,甚至待你更好,反过来,你不尊重我,还伤害我,那我怎么可能对你好呢? 关系,其实都是相互的,现实中有一部分老人,觉得自己是家庭中的长辈,就目空一切,咄咄逼人,丝毫不给后辈留余地,如此,这家庭关系,就只会愈发糟糕,而媳妇本来勤俭节约。 安守本分,婆婆却在一旁挑刺,在鸡蛋里面挑骨头,那儿媳妇就会怨恨婆婆,觉得她无事生非,故意找茬,第一次,儿媳妇可能会原谅婆婆,从第二次开始,儿媳妇跟婆婆的梁子就结下了,再这么搞下去,婆媳关系终究会变得一地鸡毛,老人,还是不要咄咄逼人比较好,在一段关系当中,不该有某个人单一付出,而应该双方都相向而行。 相互扶持,尖酸刻薄的老人,在现实当中,有一种人最不好相处,尖酸刻薄之人,人,如果太过于尖酸,说明他在为人处事这件事上。 存在过度的偏见,无法正确看待生活中的人与事,人,如果太过于刻薄,说明他在待人接物这件事上,特别斤斤计较,不是这里嫌弃什么,就是那里要求什么,让他人难堪,让关系紧张。 当一个人既有着尖酸的性情,又有着刻薄的姿态,那他多半不好相处,哪怕这个人特别有钱,也不会有人真心喜欢他,因为在他身边生活,太累了。 某些长辈是尖酸刻薄的人,也许他们就会对我们提出各种无理的条件,最可怕的,就是父母是尖酸刻薄的人,不论我们做什么。 他们都不满意,身为长辈,还是和蔼可亲,心胸宽阔一点比较好,总是尖酸刻薄,于人于己都不是好事,不懂得体谅身边人的长辈。 有研究者认为,关系难以长久维系的根源,就在于人们缺乏了体谅的心理,这体谅的行为,为什么那么难做到呢? 首先,不是每个人都有接纳他人的胸襟,其次,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感同身受,外人之间做不到感同身受,很正常,因为双方都没有亲缘关系,而亲人之间做不到感同身受,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,要想过日子。 就得你懂他的不义,他也懂你的艰难,越是上了年纪的长辈,越要有体谅身边人的行为,试想,长辈不体谅儿孙,儿孙跟长辈闹矛盾,那最后受到伤害的,不就是整个家庭吗?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并不是某个人单方面付出,就能长久的,你付出了,他不付出,这段关系不就出现裂痕了吗? 如果我们身为家中的长辈,那我们最好要改变高高在上的态度,对身边人和蔼可亲一点,给他们一些包容。 我想,家族不忘也付,俗话常说,家有一老,如有一宝,想要晚年生活,如理想般美好。 就要控制自己,在品性道德上有所管控,不做害人害己之事,对于儿女,能不管则不管,最好培养一些兴趣爱好,这样等闲来无事时,亦能打发时间,享受乐趣,这样才真的是一个家庭的福气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